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句写诗其实是周穆王 因为周穆王是西王母的恋人 而张家人都是西王母的后裔 周穆王可以算得上是他们先祖的情郎 自然得先交流 最后实在交流不成才动手 而玉勇中那个还活着的人 在小哥将他掐死的时候 说他活得够久了 并且表现出很大的怒气 这又是为什么呢 而且小哥还说 这个玉勇之中的尸体不是鲁商王的 而是他的谋是铁面生的 这里原著中有描写 说小哥撒谎了 那么这具尸体到底是不是铁面生 答案不是 因为小哥的理由太过牵强 而且没有逻辑 首先鲁商王的墓 是和周穆王的墓建在意 第一句写诗是周穆王的没有问题 但问题是小哥说 鲁商王将周穆王从玉勇中拔出自己进入 最后铁面生又将鲁商王拔出 然后自己进入玉勇 这就不符合逻辑了 首先铁面生是知道玉勇能让人复活的 但是只能用一次 周穆王被拉出来变成写诗 鲁商王进入后也只会变成第二句写诗 因为三叔曾经说过 铁面生也是少数知道终极秘密的人 而且如果铁面生进入玉勇 那么鲁王宫就应该有两句写诗 所以小哥张启玲在这里撒谎了 他掐死的其实就是进入玉勇的鲁商王 至于为什么撒谎 是为了骗过一直监视自己的汪家人 那么真正的铁面生去哪了 其实吴老狗他们去的长沙写诗墓 就应该是铁面生自己的 毕竟里面有博书自传 而且长沙的写诗墓就是铁面生的七星一冠之一 至于铁面生是谁 以及他为什么有七座一种 我们留下问题下期分享 感谢关注收听及订阅 微歌影时说 我是代班主持人小雪 我们下期再见